观众朋友大家好 明天台湾附近依然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整体的环境水气都还是比较多一点 西半部各地都是多云道引有短暂震雨的天气 而东半部地区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预估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雷雨发生的机会 而且会伴随比较大一点的雨势 提醒大家要留意这个降雨的影响 那我们接着来看卫星云图 今天早上呢 这个低压带从北而南的逐渐来到台湾上空 配合上原有的这个西南季风的水气 所以各地普遍都有一阵不小的雨势发生 而后续从预报图来看 这种低压带的不稳定环境 到周四周五都还在台湾附近 所以西半部地区普遍都还是要持续留意 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东半部地区则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雷震雨的影响 到了周六之后 低压带就会逐渐的往西离开台湾附近 不过整体环境的水气都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整体的降雨会有逐渐缩减的趋势 但是要留意还是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真正到了礼拜天之后 环境的水气也会更进一步减少 预估各地到下周初期 会陆续恢复成多云稻情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的这种 比较典型的夏季的天气的形态 那我们接着看台湾附近的状况 今晚明晨到明天白天 西半部各地普遍都还是会有一波雨势发生的机会 而在东半部地区则是要留意 午后山区的这个震雨也会比较广泛一点 我们先来看未来四日的这个降雨的预报 那可以看到在未来这几天呢 周四周五一直到周六呢 都还是会有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呢 这个降雨的范围的话还是会比较广 而且也会有短时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那至于北部地区呢 虽然说降雨的这个范围有比较缩小一点 变得比较局部 但是还是要留意 这个开始降雨的强度呢 也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到礼拜天之后呢 整体环境水气会更进一步减少 可以看到下雨的范围会有比较大缩减 而且往山区退缩 雨量来说呢 也会有比前面几天来的缩小的趋势 那我们接着看气温的趋势 由于从周末开始呢 整体的天气会逐渐的转好 所以北部地区在未来一周呢 整体的气温是会逐渐的往上攀升 白天的高温会从今天的31度呢 到周末到下周会逐渐来到33到34度 早晚低温变化不大 一样是维持在26到27度 接着看到中部地区 同样的在周末期间之后呢 天气会逐渐的转好 所以白天的高温会稍微往上回升一点 不过呢变化不是很大 外来一周白天高温是在32到33度 早晚低温则是在27到28度 接着我们看到南部地区 那南部地区同样的哦 也是一样在周末之后呢 整体的天气会逐渐的转好 所以呢在周四周五呢 白天高温稍微低一点来到30度左右 不过从周末到下周呢 白天高温会往上回升到31到32度 早晚低温变化一样不是很大 维持在27到28度 最后看到东部地区哦 那东部地区同样的气温会有稍微回升一点的趋势 不过这个变化的幅度又再更小一点 所以在未来一周呢 白天高温是一样 维持在31到32度 早晚低温则是在26度左右 最后看到今晚面称各地的天气以及气温哦 由于第二代持续笼罩的关系呢 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气比较多 所以西半部各地呢 普遍都是多云到阴 而且有短暗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呢 夜间天气相对也比较好一点 不过呢 还是会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有些短暗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 到了明天白天之后呢 各地普遍都还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所以同样的西半部地区刚刚前面有提到 都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雷震雨发生的机会 而至于在东半部地区呢 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震雨影响 不只是山区也可能会影响到平地的位置哦 所以请大家都要留意 最近这几天呢 天气都比较不稳定 要到周六周日之后呢 才会逐渐的改善 以上就是今天的西半部报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